響龍擺動搭配螺骨頓點氣勢驚人 壽山岩國立體育大學舞龍隊展現團隊默契 動作流暢還搭配武術表演 讓在場觀眾看得目不轉睛 還獲得評審團9分以上的肯定 一舉假2023壽山岩觀音寺全國舞龍公開賽 脫穎而出成功躲冠 很精彩啊 那個國體還蠻厲害的 節奏的部分呢 因為我們會先把鼓樂的部分先練好 然後再進行跟龍的配合 然後經過時間的練習 然後一直這樣子反復的練習練出來的 比的賽已經非常的多了 所以我們在抗壓性這部分 已經是訓練的非常的好 那我們壽山岩觀音寺 也有在為我們體大的學生 我們每個月都有給他一些獎勵金 讓他們可以表現更優異 然後我們如果日後有機會出國參加國際賽 也可以為我們爭光 為國爭光 國立體育大學在壽山岩觀音寺長期支持下 透過運動科學訓練成為國內外比賽的常勝軍 今年還拿下桃園國際龍師邀請賽葉光榮 及文化創意賽雙聊冠軍 隊員有大學和高中生 能有輝煌戰績全靠寒暑假密集訓練 同樣把握時間練習的 還有來自中台灣的彰化縣方苑國中競技武龍隊 全校師生不到200人 武龍運動成為學校特色課程 學生都在放學後練習 苦練多時在武龍界闖出名號 成功締造中華杯武龍武士錦標賽 全國十連霸的佳績 我們的練習時間跟別人不一樣 我們都是一到五就是上完課 然後都會利用剩下的課後的時間 然後我們都會到我們有一間叫群一樓一起練習 然後又加上禮拜四教練會來 就是會來培訓我們 就是讓我們有更好的默契 讓我們可以有更好的配合 方苑國中他們已經是在全民會的部分 已經拿到十連霸 那另外還有非常厲害的 就是也在我們去年的全民會 拿到同獎兩個名次的部分 那在去年其實也參加了 我們新加坡的裝藝大遊行 這麼強的隊伍 其實今天我們看到現場的比賽 也非常的精彩 為了延續閩南傳統 與觀音菩薩信仰文化 並傳承龜山武龍登習俗 桃園市壽山岩觀音寺 舉辦全國武龍公開賽 廣邀石對武龍好手同場照進 選手從國中高中大學到社會精英都有 除了傳統武龍還有自選項目綜合評分 經過一番激烈競爭 比賽結果是由地主隊壽山岩國立體育大學奪冠 亞軍是彰化縣體育會 武龍武師委員會 季軍彰化縣方苑國中競技武龍隊 第四名新北市雙溪高中 第五名則是由正宇武藝坊拿下 農曆六月十六日的時候 會在我們台灣市立體育場旁邊 有千人護駕觀音佛祖 護駕回航回聯的一個活動 在我們國立的九月十六日 還有一個霹靂布袋戲 這期間還有我們的攝影 繪畫 以及我們明南語的歌唱比賽 壽山岩觀音寺延續傳統文化 每年舉辦全國武龍比賽 吸引民眾真相拍照 今年適逢觀音佛祖來台第280週年 廟方舉辦五朝佛教繞境祈福活動 8月3日還有菩薩回娘家 矮人送經及悲菩薩系列活動 歡迎民眾共襄盛舉 體驗宗教信仰文化 記者綜合報導